明星大侦探高能解题瞬间 脑洞之王白静廷 我有一个脑洞 把这个毯子铺在地上 然后把书放在这个毯子上 把门关上一点点拽 我拖了 就锁上了 他为什么把这个卸了 是因为这个东西过不去 对 开不开了 密室 完美 小白完美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我现在有个脑洞 我现在有个推测 我推测这些严实装置 也就是制造一个不带脑洞 我现在有一个脑洞 我觉得我们在梦里 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脑洞 你看这个布在这 然后它是这个脚 被拴了东西 它可以这个线藏在这 用布粘住 然后这个气球往上一放 大黑天的 谁能看见黑色气球 然后等八点到八点半的时候 它过来把这个一摘 这个东西就飞走 然后它再赶紧跑回来 你好聪明哦 逻辑之王何久 还有双重的杀 你有见到死者吗 你为什么要去观察这 有人其实没有那么透明地坐在这 如果你撒谎 我就无情地戳穿 是用一艘修缮过的扩船 来假装太坦您的号 其实太坦您的号根本没有下水 一辆破的船再撞一次 再来还他之前破的那次的钱 海的势力 导致他没有办法独立去完成杀针这件事情 但是他又换了绝症 变成他可以是一个最好的挡箭牌 我反正也不久于人世 我跟你一起去杀掉针 但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做 所以你去杀我来帮做 那个凶手应该是 真机长想不到的人 因为他想不到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防他 因为他没有办法防他 所以每一次这个人都可以得行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凶手 是你 智商之王刘浩然 会被切的还是 小心歌手 超级风力钟 你说什么意思 用这个 勾断那个鱼线 对 没有可以的 容易 风力小车 一定是他本人不能在场的情况下 才会使用弹珠发射器 对 那本人不能在场 就会使用弹珠发射器 他再进来手一箭 给他箭筒进去 这个事情不合理 如果说这个是窗户 真相帝站在这里 对 箭筒在这儿 嗯 我安装的发射筒在这儿 是斜的 所以说打进去 是这样打进去的 对呀 他们如果箭能顶到这个弹孔的话 这个人的背部 是要有两个弹眼吗 我觉得说你这个房间太旧了 会不会跟灯有关 我觉得时间从六点半到七点 这些所有人都有空的话 那他所有时间 一定是六点半到七点 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因为我们人是换了身份 但是我们职业不可能换 怎么可以这样的意思 没关系 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了